什么后台啊 这么多 陈主管 你找我啊 小 晓晓啊 喝不喝水啊 我不渴 辛苦了啊 工作 那个 晓晓啊 是这样的啊 介于你前段时间的表现 特别地突出 我呀 就跟上面申请了 以后啊 你只要负责总裁办公室 那一层就行了 其他都不用管 都不用管 谢谢主管 不客气 不客气 你 你先休息一会儿啊 我先去忙了啊 那主管 你去哪儿啊 要不要帮忙啊 不用不用不用 我呀 就去打扫个卫生间 很快就回来 没事 没事 你一会儿就回啊 一会儿就回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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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扫卫生间啊 晓晓啊 坐啊 坐 休息最重要 我先走了啊 打扫卫生间 双方的财务报表 进 顾总 嗯 这是今年各部门的财务报表 放这儿吧 哦 这里面有几个地方 需要说明一下 我再给您说一下 可能需要点时间 您看 不用了 好 对哦 放这儿吧 等等 你刚刚说这里面有几十条说明 那你跟我详细说说 这都是财务部的 这笔费用我们现在看不到 这条你跟我说一说 明白了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一部分 税的费用 对对对 是的 然后还有这一部分 您看一下 这个也是您签过字的 好 明白了 顾总还有 不用了 有问题我会找你的 你先出去吧 好的 顾总再见 吃饭呢 怎么了 奶奶 我今天不太饿 可能上班有点累 我想先上去休息一下好不好 那好好好 去歇会儿吧 奶奶您慢吃啊 好 真不吃了 我怎么看着锦西 好像有些不开心的样子 您是不是又惹她了 哪能啊 我怎么能惹她呀 锦西可是好孩子啊 你可不能欺负她 奶奶 我知道 现在她有您罩着 我哪敢惹她呀 那你还让她做清洁工啊 赶紧给她换点好点个工作吧 要不然人知道了 那咱们顾佳多没面子啊 嗯 我知道了 回头我就安排 来 吃个鸡腿 好 贺锦西啊 贺锦西 你跟南宫琉璃之间的恩怨 跟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才能让顾西长 离那个南宫琉璃 远一点呢 我烦死了 烦死了 贺小姐 你委托我查的资料 我已经查到了 你放心 只要资料属实 先立即导致 你们的动作总会这么快 都不用去当地调查 你说的那个方式啊 已经淘汰了 现在是信息时代 你不要小看我们侦探社啊 想查这种普通人 对于我们来说 这么容易 这位小姐 从小到大的简历 基本上都在这儿看 根据网上的痕迹显示 她曾经有一位 相爱多年的男朋友 两个人似乎是从 高中时期就已经在一起了 经常喜欢秀恩爱 不过啊 她为了参加神龙集团 顾佳继承人的选器大赛 倒是付出了很多 你看你手上那个资料 翻 停 就那一张 根据上面的资料显示 她曾经做过流产手术 回来以后没几天 就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了 现在的女人呢 真的是虚荣 为了钱 可以放弃多年相爱的男朋友 甚至连孩子都可以不要 难公留灵灵 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秘密 如果我让郭继承知道 你的真悦目 我倒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脸跟我抢 最近挺累的吧 要实在受不了的话 我提升你做我身边的助理吧 顾少爷身边的助理 已经不少了 不是刚刚也提起来 一个男公流离吗 哪还有我的位置 你跟他们不一样 只要你想 位置永远有 我才不去呢 看见那个男公流离 就不高兴 伪白脸 你可别乱说啊 这个男公流离啊 工作挺认真的 而且能力也很强 顾锡城 你是不是忘记你答应过 我要离那个男公流离 远一点了 我先声明啊 我跟他之间 只有上下级的关系 其他什么都没有 停车 干吗呀 还有一段才到呢 要是让他们看见 我跟你在一起 就真解释不清了 你还是让我过几天 向那日子吧 你再不停车我就跳下去 好好好 停停停 一会儿见 什么 常复总 你来了 常复总 常复总 南公 听说你身助理了 祝贺 谢谢 我那天也是一时冲动 还以为在公司待不了多久呢 没想到结果 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以后还要常副总多干账呢 好好工作 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 麻烦呢把这份文件交给顾总 好的 是苏小姐吗 你是 什么也甭问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是一位姓赫的小姐让我交给你的 喂 苏芸汐 你收到我让人给你的东西了吗 收到了 可是你给我这个东西干什么 我找人查了南宫琉璃 结果意外地收获 你把那份资料给顾锡城 顾锡城自然会演的 交给顾锡城啊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要你干吗就干吗 傅伯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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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把那是谁 那他叫什么名字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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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傅伯雅 走 剃头去 进来 傅伯雅 嗯 集团旗下的地产公司 受政策影响 资金无法回笼 我根据市场反应 做了一个方案 您看一下 想不到南宫 能力还挺强的嘛 说来给我听听 来 顾总您看 对对对 九到十一月 随着园林和警官的建成 及现场形象的开关 我想一定会有现场的 还挺刺耳的 行吗 我说你的报告 做得挺合我意的 不错 我自己看一看 你先忙去吧 好的 顾总 那您看 我先去忙了 不行 我不能直接把资料给顾西成 虽然难过刘林没案好心 可是我要这样做了 岂不是让他太没面子了 对了 他还有个男朋友 我可以让他去全男工琉璃啊 搞不懂这个人有什么好的 一个两个的全都想缠着他不放 不好意思啊 我迟到会儿啊 你还知道来啊 有个女的喝酒非会给我较劲 你会儿 我什么时候没有 要不放在哪儿 我给你 我都要去 你这儿 你都要去哪儿 你还要去哪儿 我都要去哪儿 你还要去哪儿 你也要去哪儿 你也要去哪儿 我都要去哪儿 你还要去哪儿 你还要去哪儿 我有钱 比我帅 这倒是真的 只要他不傻 他就不会放弃你这条大鱼 去捡小虾米 专辰 你发现没有 现在的情况 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 现在不是小嫂子 缠着他啦 是他对小嫂子动真情喽 是这种情况吗 说来我听听 我跟你讲 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有没有 是你约了吗 我来等我拜拜 那师傅带你去找一个帽子 不要 我要在手里 好 说了 说了 快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怎么回事啊 你能忘记点就怎么了 快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回去把她闪开 那她叫什么名字 来来来 你跟叔叔们解释解释 怎么回事啊 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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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欣 叶欣 我妈妈这儿都好听了 你都把妈妈吓死了 对 你好 傅先生 你好 您先坐吧 好 好 你是 我想请您先看一下这个 你是谁 为什么要调查了南宫流离 你想干什么 傅先生 您先别误会 我是顾锡城的妻子 我叫贺锦西 顾锡城 沈龙集团那个顾锡城 你是她妻子 你想干什么 我知道 南宫流离是你前女友 我相信你们之间 还是有感情的 你能不能替我劝也劝她 请她不要再纠缠 顾锡城了可以吗 你找错人了 我们已经分手了 那你也不能看着她 污入歧途啊 她这么做是在破坏 别人的家庭是错误的 她不会有好结果的 你根本就不了解她 她是个倔强的女人 我 我阻止不了她 傅先生 我之所以先把您找过来 就是想给她留面子的 你应该知道 如果顾锡城看到这份资料 无论她怎么努力 都没有结果 我警告你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把这份资料 交给顾锡城 伤害到南宫流离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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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你还没有示範 只是两个衣服 可想要抓到衣服 他会不会造成 这一块衣服 我都会把衣服 她还不会发生 嗯 好啊 作为一个老板 怎么能不参加 员工的生日聚会呢 我一定去 那好 顾总 那明天见 对不起 对不起 总裁 都是我不好 我干活太不小心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打扰了 那明天见 不要迟到哦 明天见 那我先出去了 嗯 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你明天晚上是不是 要去参加那个 南国琉璇的生日会啊 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人家已经邀请过了 我作为老板 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子吧 嗯 必须要去 我都答应人家了 不去不好吧 顾锡城 你就不能离那个南国琉璃 远一点吗 贺锦西 你这算是在吃醋吗 哼 我怎么可能会吃你的醋 大脸猫 好 啊 我怎么陪你吃醋 我去银西 家里做了 你吃醋的 还有酒 Clive 你吃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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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 好啦 蛋了 或者你吃醋了 我看见捷製这些天 我们俩之间能有什么事 就算有什么事 也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小情趣 您就别管了 小情趣 你浪漫得狠的你 奶奶 您就放心吧 过两天之后就什么事都没了 说不定我们之间的感情呢 还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你们年轻人的事啊 奶奶就不管了 不过做什么呢 都得有个度 过了这个度啊 那就不好了 知道吗 知道了 来 回来 您 什么事啊 顾西成现在已经是有妇之夫了 你不要太过分 你这么做是在破坏别人的感情 有点道德好不好 破坏别人感情 破坏谁的感情啊 你们俩呀 你们俩有感情吗 何锦西 你心里最明白 你是怎么得到今天的位置 还不就是因为 你跟那条狗是一伙的呀 你回家是不是天天 把那条狗供起来呀 你说话注意点 你这么做不会有好结果的 你一定会后悔的 我会不会后悔 你说的可不算 只要顾西成愿意 你贺解析 又算什么呀 顾西成 你会不会有好事啊 你应该会不会有好事啊 两个人 我跟那你上掌 还是要求你 或许多 你被人低签 两个人 下支 你 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